大家好朋友 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是台南北門這邊的鹽田 好 這個鹽田 之前受到凱米颱風的影響 雨一下 風一吹 整個小岩山都不見了 那今天好多的志工幫忙 加入新的鹽 確實中南部地區受到凱米的影響 這幾天都還在復原當中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趕快來看 今天全台灣最熱的地方 都在北台灣 新竹竹東35.7度 台北設子35.6度 因為今天西半部地區 雲都比較厚一點 所以高溫的話 沒有像之前37 38度這麼誇張了 那明天的雨會怎麼下呢 事實上今天晚上 就開始了西南邊有一些雨事 明天一整天吹的是西南風 所以除了在西南邊的平地之外 山區有可能有午後雷震雨 中南部的山區也要留意 可能會有大雨的狀況 是在中午過後 午後雷震雨會出現 那在紫外線方面的話 全台各地都是亮級了過亮級到危險級 台東也要注意可能有焚風 所以在溫度方面 北東地區先來看 高溫都是有32到34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依舊是相對的炎熱 中南部的高溫也是有33到34度 今天懶人幫我們要提醒了 這樣高溫炎熱的天氣 外出記得穿著透氣舒適 那也要防曬補水 那午後會下雨記得就帶一把傘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